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款 已經有分享過不少次 那這一款是4.5代 RAV4的4.5代 Toyota的RAV4 4.5代 這一款是油電的 油電的其實它的底盤 跟一般款的話是差不多 那主要的話 油電的是它的引擎重量 比一般的2.0升稍微重了一點點 那油電款的話 它一樣有分2區跟4區的 這一台呢是二輪驅動的版本 它安裝的是KT的道路版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已經安裝 後面已經安裝好了 前面的話還有一邊還在安裝當中 這個是2.5升 有電 然後是二輪驅動的 你OK的再叫我一下齁 好 因為師傅正在施工當中 所以背景會稍微草一點點 這台是4.5代 然後2.5升油電的 二輪驅動 那前面的話是 我們配置的是 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它的前面的避震器呢 如果有看過同款車呢 其實油電跟一般汽油的都是一樣 它的前面上座 就在引擎室打開 在這個地方呢 就能看得到 從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從這裡呢就能夠做阻捏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變硬 逆時針變軟 那KT的話 這個車款呢 我們有附一個 全新的上座 所以不需要呢 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前面的麥花城 我們配置的彈簧是220X 它有一些 譬如說離載串的固定點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呢 這些都有 都比照原廠的位置 那前面的話 我們是做設計成那個 統身可調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調高調低呢 是從這裡來做調整 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呢 把它懸鬆之後 藍色的腳管呢 往下延伸 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話 它的長度變短 車高就變低 這台車原廠的是 配置的17吋的鋁圈 那它的車高 前面如果以我的手指頭 大概有70幅高 休旅車裡面算是比較高 那車主的話 也沒有要降的特別低 因為比原廠大概略降兩指幅而已 所以前面降下來的話呢 大概會剩下 5指幅的車高 那用料的部分呢 KT所使用的是 意大利IP的 一整桶意大利IP 進口的主尼有 油封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這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前面像這樣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在這個上面的螺絲孔呢 我們都會刻意做一個橢圓孔 那橢圓孔的用意呢 就是在方便 它前輪的CAMBER角度的調整 所以即便沒有配置於遠上座呢 前輪的角度呢 也都能做大概微幅的調整 這是前面的KT的BNC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原廠的部分 原廠的話 它的上座 上座就拆下來 不需要再沿用原廠 我們就有附全新的上座了 那這是原廠17吋的 應該是225 225 67的 這個都是原廠的規格 這台我記得原廠好像也有配置18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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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OK了齁 你OK了齁 好 後面的話 它的懸吊呢 彈簧跟BNC是分開的 它我們一般呢 KT是做正X的BNC系統 但是在後方的話呢 還是做正X來做倒裝 因為呢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調整機構 銀色的手指頭這裡呢 這裡呢 呃 才方便車友啊 自己來做調整 從下方 我們手呢 繞到下方呢 就能夠調整阻尼了 對車友來說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好 吳大你好 你是今天安裝那個VITARA的 謝謝你的捧場 謝謝 後面的話呢 車高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 並不是靠它的 筒身長短來調整車高 後面的車高調整是從彈簧上方 這個調整機構呢 這個機構如果調長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調短的話呢 車高就變低 那車高的調整絕對不是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它是來輔佐彈簧的預載 那怎麼調才是剛剛好的 就是後面的彈簧呢 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如果筒身調的太長的時候呢 它這裡的彈簧跟調整機構 它是會鬆鬆的 那剛剛好調到碰到就好了 不要預載過多 一旦預載過多就會不好做 後面的RAV4車高呢 其實還蠻高的喔 如果以我的手指頭來說的話 大概是八九指幅 那預計啦 預計今天降低大概兩指幅 後面後面的話 降下來也大概還有六指幅左右 也OK啦 好 因為師傅已經安裝好了 現在要把車撐起來呢 要準備裝後輪防輕感的離載串 今天的這一台RAV4呢 其實並沒有降的很低啦 就略降的大概 比原廠低兩指幅而已 現在後面裝好了 只有剩下這個離載串還沒有鎖好 但今天的工作 其實還只有辦法完成 完成避震器的部分 因為車主呢 他還有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像後面這樣的懸吊系統呢 他的車高如果一旦降低之後 後輪的角度呢 會變得幅度會變得比較多 一般來說就是比較趴 那就比較有可能吃輪胎的內側了 那改了仰角調整器之後呢 就能夠校正後輪Cambo的角度 就比較不容易吃胎 所以車高有降低的車友呢 還是都會建議齁 要多連桿啦 後面一定要哪樣多連桿才有辦法裝 就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塑角的話呢 原廠其實大部分都有做一個偏性螺絲 就能調整 所以塑角的話 有仰角調整器 塑角的話 就試情況 再做改裝就可以 哇有炫光 上面有電燈 這是有電款 塑角調整器 塑角調整器的話 塑角調整器的話是在 這個懸吊的話 是在遍音器也是在下方 那他原廠的話 這裡就有設計一個偏心螺絲 這裡鏡頭太遠了 看不太到 這裡這個地方呢 就是來做偏心螺絲 來微調後輪的頭映的 塑角的角度 但他的設計畢竟是一個偏心螺絲 所以他能調整的區間範圍呢 相對來說啦 就還是比可調式的還要來的少 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要做比較大的角度調整呢 就還是可以改一個 改那個下方的塑角調整器 那今天這部車呢 車主的需求呢 是略降車高而已 所以改仰角調整器 其實就很夠了 RAV4的他的仰角調整器 比較形式比較特殊 而且原廠的這個局部結構呢 他就是做漁員的結構 所以RAV4改仰角調整器的 單價的話呢 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昨天我們改的VOLVO的V60 仰角調整器的價格呢 就比較成本 應該說製造的成本呢 就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會看車種呢 報價也不太一樣 這是原廠的鋁圈 那這裡有一個 這是17吋炫壓的鋁圈耶 這是5孔14.3的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的話 可以來看看 這個鋁圈很輕喔 才7.1公斤而已 比鋸造的輕很多啦 那當然比那個 鍛造的來說的話 就重了一點點 可是價格比鍛造的便宜很多 現在在鎖下方的那個離載串 如果線上有氣勢的話呢 建議這顆螺絲呢 不要用氣洞的打 因為這顆螺絲的原廠的 我覺得啦 它的硬度可能做的太硬了一點點 所以還蠻容易會斷喔 RAV4 OK 以上是這一台 RAV4 算4.5代 4.5代的2.5升 油電 安裝的分享 因為今天只能裝便器而已 揚甲調氧器要明天才到 所以今天的工作呢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 再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 謝謝 好 掰掰 好 不好意思 剛好有線上有朋友在詢問 莊大你好 開起來的感覺呢 RAV4其實它的原廠的懸吊 其實這一個四代啦 四代還有 4.5代的話 其實它還是比較偏舒適一點點 那改裝起來之後呢 它的開起來的感覺呢 會比較偏向歐系車啦 就是過完的穩定度一定會好很多 那車高的話呢 就能調整喔 軟硬也能隨自己的需求來做調整 當然啦 莊大如果可以的話呢 就很歡迎來工廠 工廠有實車呢 可以做看看 試乘看看 那這台車明天早上都還在喔 如果有需要RAV4同款車試乘的話 也許可以來試乘看看 我在徵求車主 能不能讓車友們來試乘 開起來一定會比較穩的 那VITARA的話 升級起來也會比較穩啊 VITARA的後懸吊 它是脫衣幣的系統 跟RAV4是不太一樣 OK今天的直播就到這囉 謝謝大家 拜拜